日圍 嗨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是環世國的第八天 今天準備要前往事物甲 終點在哪邊 一樣,不知道 其實就算是走最大圈的海線 回到高次也只要170公里啦 今天2月11號 所以騎完今天我還有12、13、14、15、16 我的飛機是2月17號 所以我也要想這幾天到底要怎麼辦 昨天雖然6點鐘就到這邊 我也是一直用手機查資料 查到大半夜 在四國冬天就算天氣再怎麼好 清晨還是很冷 剛剛還是把那些黑色羽絨外套穿出來 但是跟當地的居民做完體操之後 就可以把黑色羽絨外套脫下來了 而且我發現一件驚人的事實 就是那些老阿伯老阿嬤走路速度比不慢 可是他們做體操柔軟度伸展度都很好 彎得下去跳得起來 我不行 好 現在時間早上7點鐘 到下一個點美波還有13公里 到那邊我猜超市什麼的都還沒有開 就再看情況 不行的話還有下一個點 但是就要騎比較久了 30公里 到那邊9點差不多早餐店也開了 過了剩下兩三個緊隨的市區之後 一路到四戶甲 跟回到高智的路上 基本上都是沿著海線接著海線 東西收拾完了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離開這一個阿南市古景 南小學校囉 這就是日本非常標準的鄉村 在鄉村到不行的景色 出發啦 GOGO 剛好我已經拿出那個負30度C的手套啊 但是因為還沒有動起來還沒熱起來 所以小指沒燒 循環不是很好一直動著其實還OK 但是一進超商回溫之後 開始碰起來 緩了10分鐘才好得超多 從美波到某期一樣有海線可以切 官方也是建議走海線 走海線多4公里 爬升多100 但是我覺得內陸的風情也不錯 所以我就走輕鬆簡單的 多次旅行同一種風景看久了會神秘疲勞 考量到今天下半天都在看海 上半天就稍微看一些山林的景觀囉 從這邊一路到四戶甲54公里 沿途就是這樣子看著海岸 所以我剛剛才走三線啦 因為接下來看不完 真是從四戶甲回到高次的路上 也全都是海岸線 就進行著看囉 剛剛才動到小姊妹之爵 現在太陽出來了 雖然也沒有很熱 就來吃個冰吧 海洋這邊也是到四戶甲之前 最大的一個城市 過了這個村 還有下個店 但是那個店就小小的 就只剩下中央一個 接下來的路程 在Google地圖上面 就沒有任何地名了 找到這一種連鎖 大店家的騎士圈地 也因為平坎 處處都有人行道 人煙細少人移 從早上騎車過來 也一路都可以看到很多 從外地來的步行者 來這邊走路 不知道是邊路旅行 還是過走路的自國環島 我覺得走路比騎車的難度高多啦 速度又慢 東西要嘛背在身上 要嘛拉一個小推車 走九輪 膝蓋痛 大腿痛 還有那個腰 我的腰真的是正死好 騎車沒問題啦 但是下來一直走路 感覺走得跟老人家一樣 都要彎腰鎖背 好啦 那也摸了半個小時 時間十點半 那就出發 前往市屋頂囉 Go Go 我看Windy上面 今天的風向也沒有說到特別膩 總之就是騎不快 腳痠溜溜的感覺 稍微調節一下 看一下下午能不能醒過來 吃完了烏龍麵 我想說吃一點肉 看一下能不能讓自己噴比較久 進去看了一下菜單 沒有解英文 所以我十個有九個看不懂 突然看到一個 Kamage 650塊 比較便宜 而且還有羊這個字嘛 讓我想到什麼 航羊 雞 蝦羊 什麼炸的 端上來的時候 整個傻眼 就吃完烏龍麵 跟一個醬汁 趕快為幾百顆查一下 原來Kamage 漢字復羊 意思就是剛煮好的烏龍麵 不經過人嘴冰盛 然後黑一點醬汁這樣吃 這個時候 隔壁多也剛好上菜了 他們點的是850塊的定食 炒大一碗飯 炒大一片肉 不然怎麼說 先騎起來 看一下狀態 有沒有辦法回來 不騎 也沒有下一餐嘛 就期待著下一餐 繼續出發囉 GOGO Google一定都把這些小小 二三十公尺以內的爬山 全部忽略了 他跟我說 今天的總爬升只有130耶 我才不信 我早上到現在 早說爬300了 累啊 我覺得也不能完全說 我今天的狀況差 騎一隻旁邊的草 都在往後飄 風向 有影響 理論上 如果現在是逆風的話 過了似乎甲 就會變順風 可是我看Windy研究起來 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不管是在似乎甲的前 還是後 吹的好像都是 帶一點側風的逆風 下雨天的日子 我們可以提前預測 不騎車躲掉 風向不可預測 隨時千變萬化 也不可能說 逆風就不騎嘛 因為台灣的極端氣候比較嚴重 地質比較不穩定 所以我怎麼覺得 這個其實還好 台灣路段只要超過一天 就會被罵個半死啦 所以以台灣的施工效率來說 現在這種土石 大概兩個小時就被清掉了 兩個小時 甚至日本的公務車 搞不好都還開不到現場 這邊到處都有提供給便入步行者的休息點 有時候是簡單的一張椅子 大部分是涼亭 少部分 會有像我昨天住的學校 還有之前住的獨立包廂 這是一個對行人非常舒服 非常友善的環境 當然啦 也沒有簡單到說 人生都可以來 對基本的體力 能力 有要求 經驗也是缺一不可的 你總不可能一路吃自動販賣機 吃到尾嘛 最起碼你要有一天能夠走30公里 到下一個村莊的能力 要嘛就是重裝不行 要嘛就是輕裝 但是有能力在外面過一晚 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 騎腳踏車 速度夠 就比較沒這個困擾了 現在沒有在爬坡 情況也沒有變得比較好 沒有山脈的幫助遮擋 寸步難行 這一台重裝的車 就跟駕駛一台帆船一樣 依靠著微弱的人力 去抵抗這個風的阻力 五個大袋子迎風的面積很大 騎起來太吃力了 前面一公里有一個小小的水族館 也是有一間廢棄的學校 所改造而成的 小小的不會花太多時間 就繞進去水族館 看一下拍一下 這個廢校水族館它的收費是六百塊 算是非常划算啦 雖然小小的一般人進去逛 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內 都可以悠悠閒閒的逛完 內容我覺得物超所值 只是似乎這個地方 一般人很難到達 似乎剛好在高知跟德島 兩座大城市最中間的地方 距離兩地一百五十公里 正常來講 觀光客很少會過來這邊 過完水族館 現在時間兩點 那我們就繼續出發 前往似乎家前進囉 分點前應該能到 GOGO 馬上就要到似乎甲啦 登台因為要走上去 走二十分鐘就算了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今天晚上要住哪裡 騎回到我地靈天下榻的旅店 湘南市的話在67公里 如果想省錢 從現在開始騎到日落 在旁邊任何一個地方搭帳篷 也都很方便 距離我回國的日子 還有12、13、14、15、16 所以我不能只想今天晚上要住哪 我還要想到 明天、後天、大後天、接下來五天 還要去哪裡 再次吃 筋太跟屁股都頂不住了 逆風吃到飽 這次我學乖了 打保守牌 進去點了一份烧肉定食 烧肉定食一份九百 我在吃的途中看到隔壁人點了一個 看起來又大份在鐵板上面烤超香 回頭看一下菜單 跟我的燒肉定時價格一樣 人生地不熟 就是沒有辦法做出最划算的選擇 但是不管怎麼樣都是一個新的體驗 下飯時間又到啦 美紅綠燈走走啊 我今天騎到湘南好了 騎到湘南其實也要46公里耶 聽起來很短對不對 在這個蜜蜂下午不知道我還要撐多久 沒有防風鈴的地方 速度已經降到跟跑五里一樣慢了 現在距離湘南雖然還有40幾公里 但是剩下有海岸線的風情 大概就是20公里左右 好好利用現在夕陽的時光 再看一下風景 等真正完全日落了 再來大吃一頓 這就是四戶頂東岸最大的市區 就是長這樣 三分之二的店都沒開 哇 騎不動了 停下來查一下Windy 黃色的正日風 各位的夜街遊 村布南星跟爬坡的速度一樣 有沒有防風鈴保護差很多 再撐個8公里左右到市區 希望建築物又可以再擋一下逆風囉 哇靠 這旅館的啊 這旅館的啊 不是說不能走喔 其實是旅行走的喔 他前面前說請注意自行車上行車 超多車耶 什麼了啦 去年有很多這種場景為了趕路 今年就沒有了 前面幾天都是時間到 乖乖的 就搭帳篷 失落前搞不好就搭好 現在在E站市中心 不要說整個市中心 沒有一個可以叫我吃飽飯的地方喔 香南市還有24公里聽起來很短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Windy查了一下風速 原來剛剛一直折磨我的 是16節的逆風 現在好了一些 雖然一樣是正逆風 但是只剩下10節 但是只要是逆風 24公里 希望9點半前喔 9點半我相信老闆娘還沒睡啦 今天會這麼堅持騎到香南的原因 就是想說 就今天把正規的環式的路線做個結尾 大家在台灣環島的時候 會在你家裡只剩20公里的時候 在前一個地方住宿嗎 多馬趕快把這20公里拼一拼 回家開慶空宴 我的慶空宴沒這麼早啦 畢竟我是出來騎車出來玩的 不是出來交作業的 不是說還完事國就結束 我要好好的利用剩下有意義的時間 騎車泡溫泉買屠宰光動飯店 全都要 最後5公里 終於換了一個行進方向 不是頓風 但至少不是逆風了 好啦有發現我Strava已經按掉了 現在又開了一個新的 今天剛好是日本的建國紀念日 三連休 所以人特別多 剛剛老闆娘是說 可以幫我瞧一瞧 把位置給空出來 是有一間房間 然後我反正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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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沒辦法 所以去快活Club了 還要再18公里 今天休息久一點了 還有一大堆電要充 公課還沒有做 明天要去哪 我都還不知道 剛剛老闆娘還說 要開車送我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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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騎過去 我騎過去 去年騎一個月的期間 有兩天 騎到190公里 今天剛好163 再加上現在要前往快活Club的18 也是190 人生就是會充滿這些意外 討厭你自己的心理素質 沒關係 再稍微辛苦一下 等一下加倍快活囉 現在時間10點45分 最佳里程8公里 總里程191 騎到了快活Club 真的有要死的跟沒要死的都滿了 現在剩下那種 就是飲料吧 坐在椅子上的那種飲料吧 就先坐著吧 先吃冰淇淋打打網子 把該做的做一做 然後我有問啦 如果有空間的話 就是換過去這樣子 就再看情況囉 好啦 現在時間來到了隔天的早上9點半 太陽在屁股啦 等一下這件外套我騎起來之後馬上就要脫了 昨天總共騎了190公里 又從湘南追加到高知市區 溫泉動漫店什麼的 其實再過半個小時全部都開了 只是還沒有到觀光的時刻 雖然我昨天已經划完了四國一圈 但是初來旅行不是做作業 要把時間用得淋漓心思才對 昨天雖然一開始只有引到吧的位置 可是我洗完澡 洗完衣服 往吃打一打 差不多有個一般的包廂位置就空下來了 昨天進去住了12個小時 金額也是2000左右 非常划算 千算萬算 算雨量 算風量 算體能 算自己的狀態 就是沒有算到2月11號 這是日本的建國紀念日 好啦 那這樣子我們環世果第八天 正式的行程就全部到這邊結束 接下來要開始加碼行程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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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對 這些 Rovers 下集 expect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